女生寝室第四十四集 小屋宛若一条扬长小道 笔直地往里延伸着 与平常的民房不同 小屋的房间里看不到日常用品 连桌椅家具都没有 在小屋的最里面 隐隐有灯光闪烁极为的暗淡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就发觉不了 方圆捏手捏脚地穿过小屋的最里面 轻轻地敲着敲门 墓门制造得极为轻巧 被方圆敲门的力量推开 没发出半点声息 礼物竟然是一座佛堂 房间的正中央供奉着一座佛像 却是木刻的 佛桌前摆了一些贡品 却也只是青菜白饭 倒也新鲜 除此之外就再无他物了 一个短发的僧人 正端坐在佛像前 背对着方圆 念诵经文 对方圆的到来 似乎浑然不觉 木鱼声清脆而空灵 一下下似乎敲击在方圆的行卡上 敲得烛光摇晃不定 敲得檀香断断续续 方圆悄悄地走到僧人的身边 学着僧人的模样 对着佛像打坐 他偷眼敲那僧人 脸上宝像庄严 似有霞光流逸 不正是他在沈霞的处 所看到的那个下棋的青年吗 这青年现在披着一件 陈旧而干净的僧衣 闭目诵经 心静如水 隐隐有一种 看破红尘的祥和 他就是 一大师吗 方圆记的当时这个僧人 对自己念诵了 达摩祖师破相论 难道沈霞的叫自己来这儿 就是找他指点迷津吗 一大师正在虔诚地拜佛 方圆不敢打扰他 缓缓闭上眼睛 双手合十 对着佛像默默地许愿 也不知过了多久 方圆脑海里变得一片的空明 只闻到弹香阵阵 听到了沐鱼的诵经声 然而没过多久 连着弹香沐鱼诵经都渐渐地消失 眼前就呈现出一片奇异的世界 他看到了自己 看到自己出生成长 在父母呵护下嬉笑 在父亲去世时悲伤 在母亲离去时仇恨 在许愿万海自杀时恐惧 在秦燕平逃兵而自杀时惋惜 在唐天宇发疯时迷茫 种种情感 仿佛是像电影一样 在他眼前是一一地闪光 他的心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 随着这根绳子的震动而抽搐 他想到了牛 那种远比人类身躯要庞大的动物 却被人类用一根小小的绳子来摆布 而人类自己呢 却被另一条绳子牵住了 听起摆布 那就是欲望 性欲 权欲 潜欲 时欲 色欲 每一种欲望都是一条绳子 牢牢地拴住心灵 方圆似乎看到自己 已被好几条绚丽的绳子相互拉着 每条绳子后面所指的方向 都有一个流光溢彩的幻境 规律无比 令人神亡 方圆拼命张扎 却争不脱 这些绳子虽然无形 却坚韧无比 即使他偶尔能争端一条 那条马上又延伸 继续缠绕在他的心上 他突然想到了 僧人对他说的佛迹 心者万法之根本 一切诸法唯心所生 若能了心 则万法俱备 犹如大树 所有枝条积诸花果 皆细一根 栽树者存根而始生子 伐树者去根而必死 若了心修道 则少利而已成 不了心而修 废功而无益 故知一切善恶 皆由自身 心外别求 终无是处 方元反复默念这段佛迹 若有所悟 心中其其然 那些原本牢牢缠绕在心中的绚丽绳子 渐渐消失的颜色 不再拉扯他 继而连他自己都消失了 方元看不到自己了 也感觉不到自己了 他只看到眼前五彩缤纷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进入他眼中 蓝天 白云 大海 森林 他似乎冲出壁垒重重的城市 熬向于广阔的天空中 是的 他在飞 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他飞出了地球 飞出银河系 飞到宇宙中 万物运行 声声不息 进入他眼底 最后他的嗜血也消失了 他恍若是一粒尘埃 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 他再也看不见 听不见 闻不到 嗅不到 摸不着 没有颜色 没有声音 没有气味 没有味道 没有实体 什么都没有 甚至连痛苦 欢乐 悲伤 恐惧 这些所有的心理感受 都没有了 然而 他并不觉得 这样有什么不好 甚至隐隐想 这样一直下去 他的心得到 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平和 可惜好景不长 他并不能长久地 保持这种宁静与平和 宇宙运行 万物复现 城市森里 各种感光功能逐渐恢复 他又闻到淡淡的檀香 听到了沐鱼送金声 他又成了方圆 一个在佛前许愿的孤苦女孩 他醒过来了 种种幻象 如镜花水月般 乍然消失 然后 他看到 一大师停止的念经 缓缓睁开眼睛 目光柔和安详 如一缕阳光 穿过方圆的眼睛 抵达他的心灵深处 一大师莫有笑意 方圆 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对一大师有一种说不出的熟悉亲切感 仿佛很早就与他相识相知过 一大师的目光 令他心生暖意 如同沉浸在长辈的慈爱中 这种眼神令他想起了父亲 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眼前的僧人看上去 年龄比他大不了多少 怎么会有那种慈爱的目光呢 方圆试探着问他 您是一大师吗 一大师轻轻点了点头 微笑不语 是沈爷爷要我来到这个地方的 我上次看到你和他在一起下棋 方圆想了想又说 当时你还特地念了一段佛记给我听 一大师还是面带微笑地看着方圆 方圆有些心慌意乱 我是来找沈爷爷帮忙的 请他支点迷津 但他已经死了 死前嘱咐其他人引我来到这里 余大师轻轻叹息 总算是开了金口 沈施主也算功德圆满 善事善终 施主不必为他难过 大师说的是 方圆怕余大师离去 道出了来意 大师 我最近厄运不止 如陷苦海 请大师指点 余大师却不再说话 牧师扑团 示意方圆坐下 方圆心中虽然不解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扑团上 原以为 一大师会对他讲诵佛礼 启蒙心智 谁知他却 飘然离去 佛堂很静 谈香气人 方圆坐在那儿 面对着佛像 很快就沉入到一种 忘我的境界之中 他的思绪 在此时变得特别的清晰 似乎大脑 也被这雨水冲洗过一遍 他从自己来到 伊学院的第一天开始回忆 一种种怪事 一个个恐怖场景 如放映电影般 在他脑海里 一一地放映出来 电影结束 最后出现的画面 是苏亚 正如苏亚所说 四四妖寝室里 有什么东西存在 知道他们这些女生的 一言一行 是什么东西呢 是鬼魂 但他从来没有见过 鬼魂出现 如果不是鬼的话 那肯定只有人 但是如果是人 怎么能够对他们的事 知道得那么清楚 除非他是隐形人 或者千里眼 顺风儿 方元心中一颤 总算想到了 问题症结所在 他突然想起了苏亚 苏亚现在是不是 回到了寝室 幕后黑手 今晚会不会再次抽手 今晚 雨大夜黑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很方便 而苏亚又是孤身一人 在寝室里 方元打了个寒战 全身坐冷 想到苏亚 极可能面临的危险 方元再也无心打坐 匆匆离开佛堂 在马路上找了一辆 低士 打车回医学院 他只希望自己回去的 不算太晚 苏亚还能够平安无事 苏亚在医学院的门口 下车的时候 遇到了张明 她认识张明 张明曾经找过她几次 以文学爱好者的身份 找她交流研讨 力邀她参加文艺部 但苏亚对此根本就没有兴趣 更不想与这个矮小瘦弱的男生 讨论什么文学创作 对她也从来没给过好脸色 苏亚写字只因为她喜欢写 这是她的私事 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鱼还在下着 苏亚没有带反 快步行走 想要早点回到寝室 医学院门口到女生寝室 有四五百米 她走得再快 也不可能避免被冰冷的雨水淋湿 这时一把雨伞 适时出现在她头顶上 苏亚根本不用想 撑伞的人一定是那个不知好歹的张明 她转过身 身后果然站着张明 踮着脚给她撑伞 雨伞并不大 张明只顾帮苏亚遮雨 自己的身子完全暴露在雨伞外 全身湿漉漉的 像是一只可怜的洛汤鸡 她在对着苏亚笑 结结巴巴地解释 你别生气 我没有其他意思 只是看你没带伞 怕你被雨水淋湿了生病吗 苏亚却不冷情 冷冷看着她横了一声 继续快步行走 张明在后面 一颠一蹦地在追着她 尽量让雨伞遮住苏亚 她的样子如一只在雨中 蹦蹦跳跳的兽皮猴 在校园里显得很滑稽 引得校园里的男男女女 侧目相望 有的还忍不住笑出的声来 苏亚再次站住 对张明怒目而视 我说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无聊 有完没完啊 张明张红了脸 像是一个受委屈的孩子 默默地看着她 目光游离 似乎想说什么 就不知道如何开口 苏亚也怕她死缠乱打 算了 你把伞借给我 总行了吧 哦 行 行 张明连忙把雨伞递给苏亚 因为激动 她的手还在微微颤抖 苏亚接过伞不再理她 静止往寝室走 张明不敢与她靠得过境 怕她生气 只能远远地跟着她 不多时 苏亚回到了女生宿舍 这时候天已经黑了 按照惯例 男生是不能进入女生宿舍的 女生宿舍管理员张大姐 正站在宿舍的入口处把关 苏亚在女生宿舍入口处站住 转过身 对着身后的张明扬了扬手 张明大喜 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了过来 还你的伞 苏亚把雨伞一扔 也不管她有没有记号 头也不回地进去了 张明看着苏亚雨中的背影 竟然看呆了 直到苏亚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 她正在想起要捡起伞来 舔了舔嘴唇的雨水 似乎意犹未尽 苏亚回到441女生寝室 把门窗关好 拉下窗帘 她的身上湿透了 衣服全贴在身上沉甸甸的 爬楼的时候都感觉累 换好了衣服吃过方便面 苏亚早早地钻进被窝 张明虽然面目可憎 但是她说的话却没错 自己淋了雨是很容易感冒生病 倒不如早早地休息 何况她也的确感到累了 爬山 坐公车 淋雨 怎么会不累呢 很快 她沉入了梦乡 其实苏亚原本不是那么容易睡着的人 她一直有着轻度的神经衰弱症 不但很难睡着 即使勉强睡着后 身边有一点点异动 都会把她惊醒 但是这一晚可能是因为太累 也可能是因为被窝里太暖和 她睡得是格外的香 在睡梦中 她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似乎有人在她耳边轻吟 如春风雪雨 又如空山雀鸣 十分的悦耳 她很喜欢听到那种声音 而且在内心深处似乎在隐隐地附和 声音还在继续 仿佛是一幅田径的田园山水画 青绿相间 自然清新 散发着泥土的清香 这是什么声音 居然如此动听 苏亚仿佛沉浸在潺潺流动的清泉中 吸取了所有的烦恼与不快 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惬意 所有的肌肤都张开了透气 苏亚抖擞精神睁开了眼睛 她看到了 郭庆龙 这个青梅竹马 朝思暮想的恋人 是你们小龙 是我 你怎么来的 傻瓜 我是来接你的 接我 是啊 过来吧 走过这条线 我们就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郭庆龙 还是那么挺拔 笑容 还是那么迷人 苏亚看着她泪水连连 突然又笑了 笑得是放肆开怀 真的是你 你真的回来接我了 她扑了过去 却扑了个空 郭庆龙的身体 似乎是虚无的 像是空气一样 虽然还在她眼前 却根本感觉不到 你别走 等我 我在等你 傻瓜 郭庆龙依然在她面前 只是位置 比刚才稍微远了一些 苏亚连忙追过去 握住了郭庆龙的手 她的手 好暖和 好厚实 走吧 郭庆龙拉着她的手 慢慢地朝前方走去 前方 有一堵墙 走吧 放过这道墙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真的吗 真的 郭庆龙又加了一句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是的 她从来没有骗过自己 苏亚怎么会不相信她呢 那道墙 矮小昏暗 向翻过并不难 郭庆龙翻过的墙 在墙那边催促的 快来呀 苏亚慢慢走到墙前 伸手撑在墙上 轻轻地迈腿过去 她坐在墙上 张望着墙那边 墙那边是人间仙境 烟雾鸟鸟间 隐隐有公雀送力 穷花摇树 神鸟灵兽 五彩缤纷 艳丽非凡 一段段神仙眷侣 流连在其中 苏亚不知道 其实她现在并不是坐在墙上 而是坐在四四摇女生寝室的 阳台的栏杆上 她只要翻身过去 就会从四楼跌落下去 粉身碎骨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 想法捐 中文字幕后 中文字幕后